有朋友問,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? 每日的衣食住行,在家庭和工作之間,生活得很公式化。 生到這個世界上,並非由自己去選擇的。 從嬰兒到少年,至青年、中年、老年,只不過是數十年的光景。 人生來也匆匆,去也匆匆,生不帶一聞而來,死亦不帶一聞而去,究竟是為了什麼呢?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?這些是涉及生命哲理的問題。 從它廣闊的意理來說,解釋的範圍是很廣泛的。非三言兩語可以討論到, 如果從嬰兒來說,人生的目的各自不同。如果一定要找尋一個共同點, 那麼人生的目的,是追求生活的快樂。 快樂這個概念,是很抽象的。而且快樂的定義,因人、因時、因地而各自不同。 對現今追求物欲享受的社會,很多人認為,快樂是建立在財富、名譽、權力和地位上。 但是當你追求到這些物質的時候,你會不會比以前更快樂呢? 貧窮者,渴望財富,認為富有者最能得到快樂。 那麼為什麼很多富者又會感到不快樂呢? 美國《今日日報》的《生命專欄》曾經訪問過世界著名歌手阿倫·迪森。 這位歌手每年所賣的唱片超過2500萬張。 每年的利潤估計最少2500萬。 住在一間三萬平方尺的豪宅。 財富、名利,帶給他最豐富的物質享受。 但他說他自己一點都不感覺到快樂,還有自殺的傾向。 俄國大文豪·托爾斯泰,他著名的《戰爭與和平》和《復活》這兩本書,暢銷全世界,成為文學界的經典巨著。 帶給他龐大的財富和崇高的名譽。 但他在他的書《否白》中表示,他感覺到很空虛,一點都不快樂。 所以財富、名譽、權力和地位不一定會令你快樂。 而且如果你不擇手段去追求,會有不良的因果報應。 有些人說,自己觀感上得到刺激享受就是快樂。 眼見到美麗的東西,很開心,所以快樂。 耳聽到悅耳的聲音,鼻聞到芬香,舌嘗到美味,伸觸到輕軟的物件,意識感受到愉快就是快樂。 各位,很多時執著眼耳鼻舌心意六根觀感的刺激歡樂,往往結果帶來無限的痛苦。 好啊!當充滿慾念的人看到美色當前,忍受不到慾念的衝動,就會做出躍軟的行為。 而聽到別人的批評、謾罵,就會引起親怒。 舌嘗到不合意的食物,就會發火。 意識執著了貪親之,就會令罪惡起現行。 所以六根感官所產生的刺激快樂,是短暫無常的。 而且又有它反面的作用。 單憑觀感享受,是不會有快樂的。 那麼剛才說,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樂。 而且又說,快樂並不是財富、名譽、權力和地位。 不是觀感的享受。 究竟快樂是什麼呢? 可不可以去追求快樂呢? 下次再跟大家繼續討論。 詞曲 李宗盛